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会站在自己自私自利的立场 说当遇到台风的时候 我们台风菜价刚好可以赚一笔 不会 他事实上对于菜价的稳定很关心 他特别指出来说 台风前夕预期心理的涨价 没有出来信心喊话安定人心 台风后没有积极大量释出进口冷冻蔬菜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是不是你们平常应该要做的 而这几次的台风没有做好 总共四次台风 跟委员报告 事前我们绝对会 该有的预期心理降低 这种预期心理的方式 我们大概都有来执行 有吗 但是事后的 预期心理导致菜价上涨合不合理 台风前夕两天 当天跟前一天 或者是前两天 是不是农民看到了气象报告 他们会加快采收 供应量反而增加的时候 当市场的供应量增加的时候 配合预期心理相抵冲的时候 菜价该涨吗 该涨那么多吗 跟委员报告 就我们过去受的台风 来的前两天 因为预期心理那天会涨 反而是涨了晚的隔天 就是台风来的前一天 价格会下跌 那第二天的价格会下跌 这样才正常对不对 那这四次有没有这样 这一次是 台风来之前也是这样 但是台风来之后 再连续两个礼拜的 没有 我现在还是在讲预期心理 因为从那里才可以看出说 到底你们有没有做好事情 来 你看一下 本席把四次台风 台风来的当天前一天 或者是前两天 我给他做了一个统计 四次台风 以木兰地台风来讲 你看看 9月12号晚上11点半 台风才来 才登陆 可是呢 11号的菜价涨5.5% 好在12号修饰 所以没有继续再涨 可是呢 13号呢 一开期 又涨了14.4% 这个预期心理 我们就说5.5%好了 这次的台风预期心理涨价是5.5%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次 马勒卡 马勒卡 9月15号来 然后呢 9月14号就 是这样的 9月14号是这样的 它符合供需 因为大家大量财收嘛 所以市场上供应量充足嘛 所以它是这样的 可是马上呢 第二天就 8.4%涨幅 这个时候其实供应量还没有紧缩啦 只是预期心理而已啦 所以这一次前两天 我们加加减减说 它是4.9% 5.5%跟4.9%的预期心理涨价 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这两次台风 怎样叫做合理 依你们的经验 来 可能常任文官才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 预期心理的涨价应该是几%才合理 有没有看法 其实预期心理的部分 我们没办法去推测它合不合理 那你们的经验就是有问题 如果说我们确定说台风后 因为我们台风期间 就会有灾害的 我还是在讲台风前 因为连农民都说 你们台风前就应该要站出来 你看哦 来 副主委 后面的两次显示 你们真的是麻痹 我们在9月份的台风 两次台风的时候 预期心理一次5.5% 一次4.9% 可是后面呢 越来越高 预期心理的涨幅越来越高 你们根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 台风来临前 预期心理应该要处理的问题 你看看 我们的每一季台风来的时候 预期心理 第一天就4.7% 再加5.4% 等于两天就涨了10.1% 然后接下来 爱立台风 10月份初 10月5号来的这一次 第一天就涨了11.1% 然后再追加1% 预期心理两天12.1% 副主委 四次台风 前两次我们觉得还稳定 预期心理大概5%左右 可是后两次你看看 所以跟委员说明 那是因为台风的侵袭路径 而早次的预期心理有所差异 因为前面两个台风 它没有经过我们主要的蔬菜的生产区 那时候预测的路径 大概已经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那后面 尤其是美机台风的这一个部分 那你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当然 没错就您讲的 绝对是要到 我告诉你哦 我们的逻辑还是 我们的逻辑还是 台风还没来的时候 它们还没有被扫到哦 对 然后供应量是增加哦 供应量是增加 你看看它的供应量 看它的供应量增加多少 交易量 交易量是增加的哦 你看教育量是增加的哦 这个所谓的 当然叫做价量欺揚 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需求带动的 会更比 所以你们从预期心理的时候 该做的事情就要好好做啦 我要问的是说 那你下一次 在预期心理的时候 你们的行动会不会有成果 会不会 所以跟委员报告 院长跟总统 要求我们整个因应的 这样的一个台风的 你有没有信心啦 告诉我啦 我们当然有信心 因为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一个 大概今年我们希望 不要再有台风了啦 所以你们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 可以做好这件事情了 是 我们现在是事后的先见之明来检验 我们要求 你们下一次的因应措施 要提前到 台风来临前夕的预期心理 好不好 不只台风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看到 可能未来的气象 是寒流来的时候 那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 所以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 障碍形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 那台风过后 我们从爱丽台风过后 你来看一下 这个 主要市场所提供的平均 蔬菜价格 今天的新闻就是 11月1号 51.9 11月2号 50.6 变成今天的新闻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它的波动 到10月9号的时候 50的range 50到54 然后呢 10月份 21号开始 就降到40几块 降到47 48 46 然后突然之间 11月1号 2号 突然又升高 那你告诉我们 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你今天一直讲的 其实就是大宗蔬菜的高丽菜 所造成的影响 那高丽菜为什么会这样 清皇不解 清皇不解是不是 是 就是国内的高丽菜 没有出来 国内没有出来 你们事先能不能预期 大盘都知道 什么时候 每天大盘都知道 那你们就没有办法 比大盘能够掌握的资讯 更清楚吗 跟委员报告农委会可以预期 所以就是因为知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们进口的调节 谁在跟这些所谓的菜坝 或者是菜虫也好 或者是菜坝也好 或者是国内的产销的 资讯的统合也好 你们几乎是每天 要坐在电脑的前面 每天要在电话的前面 掌控所有的事情 就好像赌博一样 跟他们在对赌 谁负责这件事 跟委员报告农良署这边 你的整个的调节出了问题吗 他有一个三人机制 在讨论这个 那昨天 我昨天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是我督导业务 所以昨天 没关系哪三人 你说的三人机制是哪三人 那是我们礼拜一在讨论的时候 那农良署署长 署长还有谁 不是署长 就是副署长主秘 跟我们的一个组长 但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昨天看到 台北国菜 突然之间又升高 因为进口的价格 对不起 进口的价格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蔬菜 尤其是瓜果类 现在都还是靠进口调节 跟伙人报告 瓜果类几乎很难 透过进口来替代 因为我们的丝瓜 跟进口丝瓜 所以你现在主要进口 是哪一些类 就是大宗蔬菜 大宗蔬菜就是高丽菜 跟我们的结球白菜 所以高丽菜会清皇不结 就造成这样一个 严重的价格的波动 但是我们的进口 我坦白讲 我们要检讨我们的进口 的高丽菜 我要问的就是 你们能不能从这一次 去检讨得出来 我一方面 我又要照顾农民的权益 我一方面又要对消费者 有所交代的时候 我的整个调节措施 又必须要让它稳定 不要出现这种起伏 然后来造成政府背负 这么大的 人民的压力 跟我们所有国会议员 对你们的指控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经过了这一次 到底下一次 你们的能力 是不是在这里 可以给我们做保证 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大宗蔬菜 跟我们的更新类 绝对要做到 所谓的稳定物价的功能 如果没有做到 绝对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跟委员报 叶菜类就没办法 透过进口 因为叶菜类就短期 我们的瓜果类也没办法 因为消费者的习性 比如说我们的茄子 跟进口的茄子 我们的丝瓜的菜类 国内跟国外差异很大 所以瓜果类跟 我们的叶菜类的部分 可能或许会因为 所谓的气候或是灾害影响 而会影响到供给量 影响到价格 这个部分里面 可能会透过其他方式来替代 但是大宗蔬菜跟 我们的根金类 我们觉得要做好这个 稳定物价功能 但是没有办法用进口替代的部分 保障农民的权益 对不对 好 那我就是要问 下一次含害来临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保证 你们会做好了 坦白讲我们现在才是要开始 因应含害 以及可能的 或许的可能产销失调 包括高丽菜的部分 还没有很有把握嘛 对不对 我们在检讨整个 那这一次整个菜价回归到稳定跟合理 你们的时间表是什么 你们的预期算得出来吗 跟委员报告 我可不可以有分 节奏调整的出来吗 我可不可以有分四大项 叶菜类其实已经完全回稳 因为我们的供应量全部出来的 好 你今天在这里讲了不止一次 叶菜类完全回稳 所以叶菜类可以 刮果类到12月 大中蔬菜 我觉得我们的高丽菜的部分 应该可以在 也是在11月下旬 大概就会陆续出来 一个月哦 也是一个月内 但是在一个半月以后 我又担心 是另外一个 不是 产销失调 因为我们有286公顷的高丽菜 所以价格会崩跌 是 因为我们只要平均是180公顷的面积 那你现在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 你可以预期一个月后 你怎么准备 要外销 外销对 我们昨天已经有跟特定的国家 最近进口最多的国家 是哪一国 我们的进口的蔬菜 从越南 印尼这些 韩国都有进 本席有接受到提醒 我坦白跟委员报告 就是有时候在专案进口 为了稳定物价的时候 可能在进口把关 加强农业残留的检验 要不要同时进行 是这个我们本来就会持续在做 农委会的是做所谓防检疫 卫福部的边境措施 是做农药残留安全的一个检验的把关 本行会告诉你项目 马上去处理食安的问题 好不好 好 是 所以当你在进口大宗蔬菜 调节我们的蔬菜价格的时候 同时要兼顾食安 是 谢谢委员建议 我们其实刚刚 苏正清委员讲的几个委员 综合的考评 我还是要再重复一次 我们共同认为 陈吉仲委员 是现有政府体系里面 政务官最勇于认识 最认真做事 而且承担了很多 事实上不是你身上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也没有 这个只做该做的事而已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你 事情多做要多对 是 我们对你的肯定之外 我们对你的成绩 对你的成果 以及对你勇于认识之间的肯定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是 加油 好 谢谢委员 谢谢管委 谢谢副主委 接下来我们请